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增加百分之百 这是毫无运 更多可能还有别的招 说本来就是 这别的招 不仅仅是关税这家可能金融制裁可能也会出路 就本周本周 你怎么看林女士你分享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 加重关税这个部分 其实像他的出手 是不是一般人会觉得比较慢一点 因为就像之前 路德先生一直讲 如果说对中共国不赶快 掐断他的经济来源 然后对他的货币也赶快加以制裁的话 你又让中共有这么多的外汇 或者是在国际当中他的这个经贸又可以非常流通 非常往来 或者是其他国家也都仰赖这个中共国的 比如说他的电池 他的太阳能或者是电动车的话 那这一些其实也都会助长中共国的军工的这种资源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像也就是像路德先生讲的 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在有两个力量在互相拉扯 他就是在要去制裁 然后在制裁当中又会有其他的建议 那这个为了要协调各方面的意见 所以不得不在这个月底的时候 然后才决定要把最终的计划给公布 然后也决定他的那个加重关税的这个趴数 那这个都会让我们看到这个 里面的这种角力啊 尤其是我觉得最让自己在这个部分看到 比较关注的就是像在起重机方面 还有包括所谓的注射器 其实这个都会对美国方面 美国的国家安全方面 还有包括美国的人民的生命方面 其实都会备受威胁的 今天只要习近平他一个下令 他在这个起重机的这种物流管理系统方面 包括所谓的货品编号啊 或者是电子数据交换 这个在港口配合这个货运码头 这个货柜的运输管理系统 堆长管理系统方面去做手脚的话 其实也都会导致整个美国这么多的港口 那你这么多港口 如果一起因为这些系统混乱 那这些混乱会变成整个塞港的话 那是不是也造成了一定的乱象 那这种乱象 如果是配合所谓的南部走线啊 还有他无人机的近距离的 比如说在这些靠近军事基地附近 他们买的这个农地 然后做相应的一起的这种攻击 我觉得这个都是要非常小心的 因为你看其他的发动战胜 他是忽然全面性的一起发动的 那在这个发动之前 他就要做非常长的密谋 所以为什么他会一长段时间的消失 这个陆迪先生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也都是不无可能的 他会利用包括民生 包括各个不同的空域战场啊 或者是包括太空的战场 其实都会做相应的破坏 那这些破坏就是会让本来运作 运行正常的这个全球的物流 或者是全球的各个港口货运的这种交流 或者是航空的交流 这些都会在可能一下子之间 因为习的一声令下 然后做相应的这种战略攻击 反正只要是让他混乱 就是让他的攻击得逞 然后他在匹配相应对于所谓的雷达 这些电子的这些政策啊 各方面去做破坏的话 这个都要做一个我觉得都要非常的去注意 在这个里面 所以为什么他在这一些 比如说加征关税的这些项目 他其实也是非常执着的 我的意思是说中共 所以在这个部分也许这几个项目 其实是中共他最在意的 因为这个是他非常希望能够达到去灭掉 美国然后在战略决胜当中的一个工具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美方能够积极赶快 对于应该要有的经济制裁 还有在军事部署方面更谨慎小心 各个方面的配合 这样子才能够对中俄的在 不仅仅只是在经济方面 跟他们中俄他们要破坏美国的那种货币 在全球的流通性 也去做一个响应的破解 我觉得这个才会对整个局势有一个 更让大家放心的这个点 路德先生 谢谢 还有一个点就是 这个赖琴德如果到美国正式 DC以总统外交 外交身份 因为之前他过境都叫过境身份 过境身份 因为台湾的护照到美国是不要签证的 所以他不属于外交护照 不属于外交签证 现在如果正式以外交签证 说白就是承认他是 是吧 这个总统到DC 接下来 加上这个全方位的 比如说 这个关税的提升 那势必让中共 是吧 是吧 这个席 下不了台 你觉得这席会怎么办 这几个事 一起出来 会不会打台湾 我觉得他会让台湾就是有更多内乱的事情 然后如果说是打台湾的话 我觉得那个是他最后的选项 但也是他必备的选项 不过应该是最后的最后不得已的办法 因为像赖总统他在这个执政一百年 对不起一百天的这个当中 他其实是让很多的国际的组织 都来台湾去互相的交流 然后最新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激动辅训团体 会来台湾 那这个对于中共的这种灰色战略 他们是非常的在行的 那对于整个美国海岸防卫的这种机动的部署 跟怎么样去面对在海巡方面 像中共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如何在麒麟菲律宾 也如何在金门或澎湖 来做一个灰色地带的困扰 台湾的真正的去执法海洋方面的规范 那他就会在这个部分有互相的交流 那这个也不是只有针对台湾 他包括其他的一些岛国的部分 他美国的海岸防卫机动组 他们也都会去替他们做这一方面的概念的交流 然后去相应的去让他们学到怎么样保持高度警戒 对于这些邪恶中心国 他们在除了在海洋方面或者是在各个层界方面 都必须要非常警惕 我觉得像台湾你看越来越有这方面的意识 其实也是在赖总统的指导之下 然后跟美方做非常好的配合 那在这个配合当中又有很多国外 包括你看像今天又有瑞典的访问团来到台湾 那他这一带就是要待到9月1号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也是对台湾的整个民主自由 跟其他的这一些政治团体 都会做互相的交流 那在这个部分 就会让人家越来越看到台湾的重要性 跟台湾在整个国际地位的一个效能 那包括像昨天一个部长 他也是率团去参加太平洋的岛国论坛 那也是为了要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 我觉得这个都是互相配合 然后互相有步骤的 一起去打这个自由联盟的这一场战的 路德先生 谢谢 赞清德上台上任执政即将百天 期间中国50个国际访团 相继访台创历史新纲 外界将此视为用行动破除依赖论 说没有依赖论 只有信赖论 就是就是民主国家 同盟国家纷纷放台 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这里头 因为中共啊 在台湾现在渗透太厉害了 各种媒体天天就是 依赖是啥 就是以美 是不是 信赖其实就是姓美 新自由世界 你怎么看这个事啊 是就是有非常多的声音就是说 他是少数的总统 也就是说他以跟蓝白绿加起来来讲 蓝白的票数还是大过滤的 那他只是少数党的这个总统 尤其是在立法院 我们可以看到立法院 从二月开始到现在这个能不能真正去运行 对于整个立法的运作 我觉得其实国人都是非常 对他们的表现是越来越负面观感的 那在这个部分 对于越来总统他在整个国际的作为 跟对于中共的这个表态 还有对于在整个国际局势当中的掌握 跟在军方方面 尤其是现在的军演跟一连串的这些军事的准备 包括像昨天的天马超演 今天的天马超演 其实都一直在军事方面的战备的加强 都让国人更清楚 那总统他在军防这个部分的急切性 但是他是不慌张的 但是是时间很不足够我们去运用 所以很多方面都还要在一直更加强 所以像联合国的前美国代表大使海里 他也说他是感受到赖从总他的真诚 而且是保护台湾人民的这种强烈的心 跟对于整个自由世界联盟 互相协作的这种强烈的心 他是能够很深刻感受到的 所以像这样子站在第一岛链的自由盟 联盟国民主价值以这个为基础的台湾 还有台湾人民 如果这样你不能去支持的话 你还要去支持哪一国的人民呢 所以我觉得海里他其实也是说了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是非常醍醐灌顶的一句话 你如果自由联盟在这个时候不互相互挺的话 你还要去为了一些利益上面的眼前的短力 然后去变成是中俄朝一的帮凶 那这个其实都是自由联盟的损失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自由联盟的每一个国家 或者是虽然是在中俄朝一这种邪恶国度 但是是他们的百姓 但是还是有对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 这么强烈向往的决心的人们都应该要决心 而且付出你的一份心力 路德先生谢谢 好 谢谢啊 林律师精彩的分享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子的分享 再见